台湾桃源直飞湖北武汉的东航武汉公司MU2088航班 9月18日下午降落在武汉天河机场 这是三年多来华中地区恢复的首条台湾地区直航航线 旅客中有100余位是受邀出席第17届湖北武汉台湾州的 台湾政商界重要嘉宾和参加经贸文化交流活动的台湾各界代表 其中包括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 台湾商业总会理事长许舒博 台湾工商建研会监事长王伯伦等人 台湾商业总会理事长许舒博受访时表示 此趟航班几乎买员 可见武汉与台湾直航是非常需要的 我想两岸直航是势在必行 因为两岸事实上交流已经这么多年 那不管是人民的交流还有商务的交流 事实上都期望所有的航线都能够直航 这一次非常的顺利而且非常的方便 而且只有一个多小时就能够到达武汉 今天整个机上几乎都坐满了 可见武汉跟台湾之间的直航是非常的需要的 我们很多台商有两千多家是台商在我们湖北 对我们的时间成本跟经济成本有相当的帮助 那开通以后我们也希望除了东航以外 南航华航我们共襄盛举一定是我们所期盼的 据悉东航武汉至桃园往返航线 按计划每周一每周四直飞两单 南航也计划于9月22日起富航武汉至桃园直飞地区航线 每周五一班